育女便育女,一托成名,被闺蜜报信需求超以常人,屡换伴侣最后遭渣男戏耍,所谓育女掌门,原来是这个育。 最近,香港老牌女行李立珍的女儿许一荣也被捧上了出道位。 她是李立珍和音乐鬼才许愿之女,虽然从小就被外界嘲讽,说她遗传了爸爸的秃嘴包雅基因,但好在长开了。 今年24岁,颜值身材都挺不错,怪不得被各大模特公司吹惊。 只是和年轻时的妈妈一比,当然还是有那么一点距离,不幸你们看。 一张用现在的话来说又纯又郁的脸,让李立珍成为了八九十年代的育女代表人, 给了她顺利又平坦的演绎生涯和源源不断的桃花。 她出生于1966年,1983年因为拍广告正式入行, 后来凭借黄百明导演的《开心鬼》系列电影, 与罗美威、百安妮、陈嘉玲、罗明珠等组合成了《开心少女》组一炮而红。 为首的李立珍还被封为学生情人,一下子引来无数狂风浪点。 但她不甘一辈子以学生形象示人,怕终将一日被人们所厌倦。 于是,为了拓宽戏路,她不惜下海拍摄三级片, 这也是她之所以成为无数男性的梦中情人,惹来各种倾慕的原因。 恰好,持量行凶的李立珍,对待感情的态度一向是不主动,不拒绝, 不管对象已婚未婚,不爱立刻拜拜。 可谓轰烈又荒唐,任性又无底线。 所以追的人多了,感情意识也多了起来, 慢慢地甚至发展到比她的演艺事业还精彩。 首先进入李立珍法演的是谢霆锋的亲舅舅百德烈, 两人在某个活动里一见钟情,立马打得活着。 一番深入交流过后,百德烈彻底陷进了温柔乡, 可李立珍显然没有为了她放弃一整片森林的意思。 于是,趁着拍电影的契机, 她偷偷勾搭起同族的可口小鲜肉,香港小虎队成员林立。 林立是跳舞出身,乃体力魂的一把好手, 正好对了李立珍胃口。 家有百德烈,剧足有林立,自然生活乐不思数。 可惜粉红佳人烦恋无情, 李立珍好像只是短暂地缠了林立那么一下。 随着电影杀青,夜光剧本情也走到了尽头, 李立珍扑回了百德烈的怀抱, 林立开始了拍戏绑富婆的快乐生活, 两人自此再无交集。 此后,李立珍逐渐自觉夜不能寐, 感到心里有一团无形的火急需扑面。 虽然男友依然可口, 但时间久了未免未同嚼辣, 索然无味, 长次相处下去, 无疑是浪费生命。 于是, 借着常年泡在剧组的契机, 李立珍玩起了英戏生情。 1986年, 在拍摄《恋爱季节》期间, 他无法自拔地恋上了已婚导演, 著名填词人潘元良, 才子家人一拍即合, 好不投气。 李立珍便头也不回地和百德烈说了再见, 这潘先生也是个情种, 明知李立珍有男友, 明知自己有家事, 依旧强烈回应他这份爱。 虽然成了李立珍和百德烈之间的第三者, 却不愿李立珍也被扣上小三的名头。 为了和他在一起, 他当即和妻子提出离婚, 甚至在拿到离婚证之后, 立刻去找李立珍, 却发现原来自己也只是被短暂爱了一下, 李立珍早已忘了他, 投入漫画家启文杰的怀抱。 于是, 亲众只能夜夜空垂泪, 写下一首《最爱是谁》, 隔空呼唤李立珍, 决心等待他回头再爱, 大家感受下这歌词深不深情, 感不感动。 这一切李立珍全看在眼里, 却没有感动, 玩腻了启文节, 他眉开三度再玩音隙生情, 爱上了功夫演员钱佳乐, 来治疗他心火旺的毛病。 一个孔无有力, 一个美艳绝伦, 两人成为外人眼中的精同玉女。 然而短短两年后, 两人的事业都出现低谷, 李立珍的少女形象被大众所厌倦, 钱佳乐的演艺事业一直不闻不火。 经验告诉我们, 没有面包的爱情多数经不起考验, 钱佳乐最终也只落了个遗憾退场的结果。 经历多段恋情过后, 李立珍早已变成玩弄男人的情场老手, 但伴随而来的却是内心越发空虚, 他甚至开始怀疑, 怀疑这辈子到底还能不能遇上真爱, 越想心越乱, 只能收拾心情专心拍戏赚钱去了, 毕竟有钱在手, 啥东西没有。 直到1996年, 偶然集会下, 他结识了鬼才音乐人许愿。 当时的许愿正为被李宗盛撬走的女友林一连伤心难过, 急需抚慰, 两颗空虚的心就这么连在了一起, 相识仅仅三个月就领证结婚, 并在一年后生下女儿许一荣。 但刚开始也说过, 在感情中, 李立真是个很随性, 说不爱就不爱的人, 他对许愿就是如此, 于是便主动结束了这场仅维持四年的婚姻。 一年后, 投进了许愿的旧搭档, 著名排舞师林清风的怀抱。 潘元良, 懂了, 反正无论是谁都不会是我, 对吗? 身材健说, 肢体灵活柔韧度佳的林清风, 可谓非常对李立真胃口。 这次, 轮到他之先进去了, 谁知这林清风就是个时间管理大师, 在一起不久, 就被李立真发现他脚踏挤船, 养于无数, 气得他写下遗书, 几乎想要自杀。 幸好闺蜜李静廷得知此事后, 及时赶来安慰李立真, 并把他接到家里来住, 才慢慢驱除了他心中的雾霾。 可谁知, 正是这个暖心的举动, 竟给闺蜜家带来了灭顶之灾。 后来, 李立真不仅和闺蜜老公对上眼了, 还引发了日后震惊港圈的二人共事一夫事件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